多謝大家收看MAN哥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陸發展 再創一片天空 多謝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最近香港發生一宗大新聞 有一個理大的博士生 就好像在昨天 就在尖沙咀裡面 涉嫌 即是以一個殘酷虐待動物條例 去傷害了三隻蝸牛 涉嫌他就找些鹽 灑到蝸牛上 令蝸牛死亡 結果警方的殘酷動物對待動物組 就對李大博士生 主動出擊去調查 接著上門拘捕 還要把黑頭套套 很大案 殺人犯也沒那麼誇張 強姦犯也沒那麼厲害 就將他拘捕 而成之於法當中的記者 就不停跟他拍攝 所有事情 這宗國際新聞傳到整個 我今天在國內看抖音 也有很多業受 很多人都在說這件事 他們每個人都說 大哥 蝸牛 蝸牛沒有追性的動物 蝸牛可能發過田樓也行 上餐那裏做些食物 也有很多地方 非洲大蝸牛承患 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 去剿滅蝸牛 但是為什麼香港呢 就算我之前看到很多新聞 他們對貓、狗、甚至兔子 你殘酷對待這些動物 拘捕是真是天經地義的 因為香港人出名 是對這些動物很有愛心 但是如果去到蝸牛 都這麼有保護性 這件事未免是矯枉過正 以及成為一個 好像國際的笑話 這樣 喂 難道你去到街市 看到那些人湯魚 很殘忍 你用刀 令到又放血 又刮腸出來 難道去大學的實驗室 找白老鼠去做實驗 又是 真是殘酷虐待動物 難道去一間蛇舖那裏 他湯條蛇 拿個蛇膽出來 這些又是 殘酷對待這些動物 所以 這宗新聞 給了我們很大的 啟發 所以我們可能要出街 對著那些蝸牛門 我們都要細心體貼 你看到那些蝸蝸 都不要踩死牠 蝸蝸都有生命 蝸蝸都可以走得很快 牠們四隻腳都可以動得很快 你千萬 就看到蝸蝸都不要踩死牠 其實是同一類東西 為什麼香港 連一個蝸牛 這樣虐待化 都成為一個國際大新聞 我覺得這件事 就變得 可笑了 有一點點 今早我一起來 又看到一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 香港警方國安處 就是拘捕了四名香港大學的學生 他們涉嫌宣揚恐怖主義 一致緣 大家知道 七一刺警案當中 這批這樣的大學生 香港大學 評議會的學生 就遮住他們開會的途中 去悼念刺警殺人 想殺人的梁劍輝 你看到 他整個 恃著自己的大學生 又宣揚 刺警這些事項 以為是一些很正義 值得去尊崇 令到市民 想真的去模仿他們 覺得香港警察應該要襲擊 這些信念 就是完全 埋沒了良心 完全是一群 枉香港政府 納稅人 用這麼多錢 培植這些大學生 他們讀枉書 讀死書 怎麼會對一個暴徒 對一個行兇者 你去悼念他 他還尊崇 和為他密哀 是不是老生在屁股上 所以 今早警方 經過過多月的深入調查當中 就是 拘捕了四名大學生 包括他們的 香港大學的學生會會長 和 評議會的主席 這些 這些完全 想著做一些領導的角色 但是 真的帶大家 走一個錯的方向 領頭人很重要 你這些以為有之力 選到成為學生會代表 但是帶領班人去衝 衝到最後 最後就是自己被人抓了 你跟那群黃政棍一樣 受到那群黃媒 黎智英 毒蘋果 一些外國勢力去洗腦 經常都覺得 不得你們自己香港以為可以獨立 自主 又不喜歡政府 不喜歡中國 不喜歡警隊 尤其是警隊就是你們仇恨出發的地方 以為襲擊警方 或者刺殺一兩個警員 就代表造成一些軍裂和偉大的事 這些想法 完全跟阿富汗 完全是 被人殖入的思想洗腦 有什麼分別 真正 真的有讀過書 你一看到 真的一些暴力 行刺 恐怖襲擊的事件是不對的 但是你們以為自己香港人代表這些是對的 所以正正現在最好的一個阻嚇作用 因為國安法拘捕的 座底可能最終第一個判案都九年 以及大部分都未必可以給你保釋 正正正這些東西 就是一個很好的阻嚇性 我就看看你們這些所謂香港大學的學生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此無恐 是不是真的還可以繼續在香港做一些革命的基地呢 今天下午另外一個更加好的消息 就是612什麼人道救援基金 正式開這個記者會宣布他在10月31日正式停止營運 大家看到今天又說哪幾個呢 又說吳凱宇 何韻詩 陳日君這些公司的董事代表出來發揮一個記者會 我看看何韻詩說他的數字 連續三次轉都說不好 也看到他在Facebook有時分享的時候 他都很擔心自己被人拘捕 或者好像黃耀明之後他下一個藝人當中被人拘捕又不知道坐多少年 當然他是這個基金的董事又要承擔在香港搞這麼多支持那些暴徒那些事項 所以他沒得走他現在都要走都還沒走得到 所以他現在我看到他這個基金去解散 逐步逐步很多事情他都停止運作了 就是都知道現在香港的國安法不是真的流料來的 現在個個犯了刑事法那些 全部好像黎智英那些真的參選那些區議員 所有那些政治人物真的都會拉得拉 真的上法庭的上法庭 所以他現在整天都很擔心被人拘捕 每天都被人跟緊 所以現在他這個612基金真的正式停止運作 我覺得對他那些黃友都是好事 因為都知道現在的籌款能力都沒有那麼高 也都看到很多案件當中 要拉這兩年其實已經拉了很多了 新的個案當中他們有沒有這麼多的善款去繼續去營運 繼續去幫那些暴徒就大家都心裡有數了 其實也都很明顯他是一種可能是洗黑錢 或者是左手交來的錢右手洗下去 你猜最利益上面最幫到那些錢幫到什麼人呢? 就是公民黨或者是那些黃律師 他們借著這筆錢 市民捐獻 或者不知從哪裡來的資金 就令到一群黃的律師就可以上庭打官司 其實全部都是律師費用 也都益了一群黃的律師 為什麼公民黨那時候真的這麼熱衝 推些年輕人出來 為他們的民主自由 然後原來就是上街衝 但是事後郭榮鏗那些是自己鬆 就是很多這些人的存在 最終到了現在 國安法實施了一年多 知道他國安法都不是漏的 真的拉了很多他們這一群 就是違反國家安全的分子 所以現在這個什麼612人道支援基金 他的社會作用或者是他要繼續營運下去 我覺得前途都一片暗淡的 所以借著現在之前有蘋果倒閉 真的那些什麼 這間那間就全部倒閉了 這個這樣的基金 都相繼都要倒閉了 所以好事節二連三 現在我覺得香港就一片繁榮了 大家等下Mango在大陸這邊 做到一些結果成果 就回來香港裡面 再去治理這些漢奸走狗賣國茶